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配置文件 讲配置文件之前 我需要你们先注意一下 在grab当中分区的表示方式 我们都知道 在我们的硬盘当中 DV SDE代表第一块 SKAS硬盘的第一个储存区 没错吗 这个依次类推 这是第二块SKAS硬盘的 或者SATA硬盘的第一个储存区 第一个逻辑分区 第二个储存区 没错吧 但是 在grab当中 我们的设备文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的表示 它不管你是 这个ID接口 我们说 在我们的 Lins设备当中 HD是代表ID接口 SD代表SATA或者SKAS接口 但是 在grab当中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接口 它把它都识别为HD 然后呢 用0代表第一块一台 第一块一台 也就是取代了我们系统当中A的作用 用1代表第二块一台 也就是取代了B的作用 然后呢 用0 01234代表不同的分区 也是 这也是01234代表的重分区 0123 0123代表主分区 4开始代表逻辑分区 对吧 这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了 那这是 在grab当中 它的设备文件里的表示 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们看看 我们vr一下 grab的配置文件 grab的配置文件在boot下 我们说 跟启动相关的所有内容 是都在boot当中 在boot下 这样 当然ub当中叫做 grab的抗 当然啊 在etc目录下 也有一个 grab的配置文件 但是它们两个是远连接 其实可以当成一个文件 对吧 所以我们随便打开一个 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前面的都是 就是 在这里 它用这样的方式 描述了我的硬盘当中的分区 硬盘当中的分区 那我们都学过了 这就应该知道 它就代表 第一个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 没错吧 好 这就是这个配置文件的内容 并不复杂 这个配置文件 主要分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讲 整体配置 第二部分是讲 我的这当前操作系统的 系统 在我的训绩里 只有一个Linux 那我的训绩 如果还有另外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 没有一个操作系统 没有一个操作系统 就会再多出来这四行 跟这个类似的四行 来指定下一个操作系统 那也就是说 这个只是针对 我当前这个Linux的配置 如果还有Bundus 下面还会有类似的行 那上面这个呢 是它的整体配置 那我们一部分一个来看 先来看它的整体配置 里面有几个四句话 这句话 默认启动 第一个系统 也就是说 如果我有两个操作系统 不是这一个 下面还有另外一个 这块选1 0 代表 默认启动它 如果选1 代表默认启动 下面这个操作系统 当然 我现在只有一个操作系统 所以 只能选 对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等待5秒 还记得我的讯息机 在启动的过程当中 它是不是有一个 543的一个倒数 为什么 就因为你这里定了 它指的是 你有5秒钟的时间 去选择 我到底是启动这一个 还是启动这一个 如果到了5秒 你还没有选 就会启动 这个默认的从事 默认是0 就启动第一个 默认是1 就启动这样 等待的实践 这个呢 是指的是 我的启动过程当中的 那个背景图像的 这样一个保存位置 还记得我们的 逊机启动的时候 是一个蓝屏的 背景界面 对吧 那这也是一个背景文件 它在哪 第一个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当中的 Grab下的这个文件 第一个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 指的其实就是 负负分区 回收吧 这里会有这样一个文件 Grab目录 在Grab目录下 会有对应的 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看 在在在在在 这里 一个压缩的背景图像文件 指定了背景图像的文件位置 所以啊 小心 这是在Grab当中 描述硬盘分区的方法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得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给大家继续去看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的启动的选择界面 是隐藏界面 在我们启动过程当中 你只能看到 5431的倒数 而不能看到 我到底选择哪个界面 要想看 你必须动一下这个键盘 上下左右键头 动一下 才可以看到 你到底要选择 进入哪个效果界面 否则就只能看到 这个五秒倒数 这是因为加了这个隐藏 这个主菜单的这个功能 好了 这是基本配置 基本配置 那小心 不要把它改成零 超时时间改成零 带来的后果是 你可能就没有时间 再去选择了 他一开心 就会进入止境的 这个操作系统 所以啊 不要把它改成零 小心一点 那接下来我们讲 后四行 它的代表了 Linux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很简单 这个四行 Title 标题 在这里写什么 在启动的那个界面上 看到的就叫什么 你可以想写成 你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 然后告诉你 我的启动的数据都保存在 第一个硬盘的第一个分区 也就是boot分区当中 告诉我启动了主目录 这个root就不再是管理员的意思 而是主目录的意思 启动了主目录 放在了第一个硬盘的 第一个分区 然后呢 这句话的意思是 加载内核 看 内核文件 内核在哪 它这块写的根 这里的根 指的是这里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CG到boot下 我们就能看到 看 内核文件 不不不不不 内核文件 在这里 我的 模拟的 这个根目录 还记得吧 我们上几个讲了 也在这里 对吧 然后呢 它其实这句话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我的glob 能够去加载内核 能够去加载这个模拟目录 剩下的这些 都是在定义内核 加载时候的一些功能选项 呃 我不太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 一个一个的去知道 你们只要知道 这是默认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不需要调整 知道这个就可以了 只要知道 它是用来加载内核的 它是用来加载 这个模拟目录镜像 就足够了 好了 那这就是glob配置文件的 其实我们能改的东西不多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指的是这个 如果我有多个操作器材 如果我有多个 那么在这里就会 出现零和一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默认进入哪个操作 当然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你的服务器里 既装一个linux 又装一个windows 这时候你要小心 你应该先安装windows 再安装linux 因为 windows的启动引导程序 是不会识别linux 如果你先安装了linux windows的启动引导程序 会覆盖这个linux的glob 从而导致linux这么紧 但是如果我先装的是windows 后装linux linux的glob 是能够识别windows 那就会导致什么 glob会覆盖windows的其中一道程序 但是同时会把windows系统 加到glob里面自己里面 也就是我说的这里会再多四行 再多四行 对吧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选应该起码 也就是说 如果是多系统并存的时候 请你注意 你需要有一些小技巧 当然 当然 如果我真的只是先装了windows 后装了windows 我也可以通过重新安装了glob 来让glob覆盖我的windows的运动 从而解决不能启动windows的过程 但是这个稍微麻烦一点 还不如你事先就想好 对吧 但是这种多系统并存 只在咱们的实验环境当中出现 在真正的生产环境下 我想不会有人在服务器里 既装一个windows 又装一个windows 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它只能起这个 对吧 而且服务器嘛 那东西就是越稳定越好 装的程序越少越好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东西只能是我们说 提高windows的使用技巧 或者是使用兴趣的一个小技巧 在真正的工作当中 其实并不多 并不多 并不多 而且 glob的重新安装 还有可能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说 我是三段C6.2 6.3 然后我觉得它的内核不太够 我又重新更新了一遍内核 但是这个更新内核 没有覆盖原始内核 我又加了一个新内核 比如说现在用的是2.6.32 我觉得不好 我想用3内核 我想用个3.11 等等 这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 虽然都是的意思 但是有两个 内核的情况 这个时候 它也会在这里多出 两个 菜头 你可以选 我到底进那一个内核 但是我还是说 这种情况只在实验环境有效 在生产服务器 第一 我们说 并不是越新的东西越好 你们可能会发现 我们算的OS6.3 已经是一个比较新的操作 它使用的那颗还是2.6 没有更新的3 对吧 而且我们去写程序 而用程序 甚至我们可能会发现 更古老的操作性 比如说我当年搭游戏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选的是RHEL3 操作性 连5都不是 更不要提6 原因 越新的系统 它不一定稳定 也不一定安全 没有进过操作 只有一种情况 我们才会考虑升级 就是我的旧系统 明确的爆发出来了 这个巨大的漏洞 有可能是安全漏洞 有可能是系统漏洞 导致我的服务已经 不能正确安全稳定的运行 才可能考虑去升级 否则 基本不可能 你想想 好几千台服务器 把所有的操作系统升级一遍 你等在一两个月时代 你这一两个月 你的游戏就不运行了 你想想 你肯定你就倒闭了 这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 所以说 像升级内核这样的事情 在实际的功能当中 基本上是见不着 除非你就一两台服务器 你自己拿着玩 测试 可能有钱 一旦这个服务上线 就不太可能再去做一件事 所以这些事情 其实都可以不在我们的工作考虑上一支店 包括软件申请 我们很多人 拿到一台服务器 想都不行 执行压务钢外 它的意思是升级所有的软件 但是它会导致内核一块升级 带来的后果是 你的系统都直接起不来 内核不能远程升级 升级完之后 本地必须做对应的配置 才可以起 那这个东西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我们说 软件升级这样的东西 可能仅仅只是在Windows当中 营养成了个人的这种习惯 或者说它这种习惯 对个人的用户来讲很好 对服务器用户来讲 不一定是合适的 服务器只有我们说 出现了 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出现了 那个爆发的SSL的重大安全流动 这时候我们才会去考虑 升级SSL的程序 其他除了这种情况 剩下的都不考虑 没有这种特殊情况 都不考虑重新 太麻烦 而且会导致服务疼 服务停止 所以我们说 所以这里我们说 碰到两个内核的可能 其实也并不太大 并不太大 并不太大 好了 那废话就说到这 我们回来 这一核的内容 其实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其实就讲了下 不挨到了配置文件的最后 这个配置文件 其实并不难 总共八行 默认的八行 然后呢 我们只需要知道 能看的 足够 好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下节课 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 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 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汐车Linux 微信公论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